三個中產檔 上星期發生兩件很重要的事 但有一宗已經被另外一宗完全遮蓋了 你會發現完全沒有人再去關心 但我覺得那件事比較嚴重 因為那件事是說示威者去吐忽中聯辦 你是向著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掌上明珠去沾污它 沾污完之後,警察就鎮壓了 寫了三十多槍橡膠子彈,從來未試過 現在沒有人再去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在元朗西鐵線的黑幫事件 聽說我當時在上環 我告訴你這件事是完全影響了上環 因為上環的抗爭者 基本上有些人說,你在後期是潰散的 因為每個人都沒有心機,看著上環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在上環看著手機 這麼離譜的元朗 然後有很多人就直接坐車去元朗 因為覺得相比在這裏頂著警察 元朗更加需要一些抗爭者 但我就沒有跟他 但Kelvin你住在附近 我那時候很想問 你怎樣呢? 其實我那天下飛機的 我乘飛機,那輛車就駕車回去 放了一輛車在機場 然後駕車回元朗 最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一來一回 基本上我的電動車的電容都很厲害 我回到車的時候 其實都要像你剛才說的朋友 一邊看手機,錄手機 回去要放下車,充電,錄手機 然後就好像其他人一樣 是到車充電 已經駕駛出去的時候 駕駛出去的時候 已經收到了 還未收完的 都好像其他司機一樣 他打算幫不幫手 他停了交通 可不可以車走一些人 好彩的 你說好彩的 不好彩的 就幫不了你什麼手 好彩的,如果我早一點 就好像 你的車都被人幫了 可以幫你什麼手 不是,就是車人 你看到的影片 簡直是那個人剛剛上車 那些白衣服 就已經開始駕駛他的車了 因為我看回的時候 柳俊剛 他第一輪 散白衣服走之後 他就上了去西田 然後就說 他說 他說安排 我們哪有車的 就停了 交通那裏 就說怎樣載回不同區 分區走 這樣 於是當日 就是有個 有個Uber Group 那他就說 有些做 做Uber 對 現在 在西田站 那些人走 那我就遲了一點 出去 出去的時候 還有些司機 等人接近自己的朋友 但我跟他去到那裏 因為經過的時候 我已經見到 有一大堆 房屋警察 他們就不在西田站那裏 就圍住村 圈那裏 我去到那裏 都不太理想 現在發生什麼事 那麼多警察 今時我就明白了 事後就發覺 原來我們小時候 看港產片是真的 我們小時候看港產片 通常是怎樣的呢 通常有些好人 有些壞人 開片打到 開了花 最後那些警察才來 就是昨天的情況 就是我之前 原來的情況就是這樣 基本上 兩幫人 哪個可能哪個壞人 大家自己心中有數 那他打的時候 基本上是 警察是沒有什麼 就是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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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打 那個狀況就是 如果他呢 在你打的時候 近來的時候 他們都很危險 是 但是他從來 譬如那些白衫衝上去 那他沒有什麼制止 你說 其實 以我理解 港鐵已經是一天報警 但是報警沒有分家 現在很多人說 我們報警的人都不受 就是 有一樣東西 你永遠都解釋不到 那為什麼警察會關燈 關燈 關燈 就是關燈 關燈 就是關燈一個多鐘 讓你自己打爆它 打完我們就來收拾 警方的說法是 雖然我們關燈了集 但我們都在運作 那你不開門 開門又不被人報我 那怎麼辦 但是那些人報案 好像有一個說法 我聽回來的 有些輿論這樣說 他說那些人打開 我問他 你怕他不要下街 他說只要不要下街 他就不理你 就是不止一個人有這樣說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都可能某程度上可信 但是我想聽聽周彥大師 你怎樣看整件事 我覺得 因為之前其實我都說過一些類似的 就是民進黨和國民黨以前經常都打的 那些一致司機 是的 就是那個駭駛是非常之正常的 那之前我一直都說 為什麼建制派這麼沒用 不出來打的 我果然出來打 那不要繼續打不打有人 就是至少你都有一些人 是比較用的 就是合理的 這一點才是 沒有理由是單方面出來抗爭的 是 你另外那邊陣容都有 你們那邊不會弱 就是要弱 你都有一些死事 就是如果一個死事都沒有 你實際是太多人 就算你磅水都要有死事 是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你不出來是不合理的 出來是合理的 但是究竟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就不能去預知 但是誰贏給我輸 但是當然很明顯 就是強弱姿勢 但是他們出來 你說開頭 雖然我覺得奇怪的地方 就是 他開頭的時候又拍了照 沒有戴面罩 是的 他真的夠僵 所有樣子都揚出來 是的 其實他的做法 最終又是有點鬼暑的 就是他去完頭一陣的時候 大家不是太知道會這樣做法的情況 打了一陣 然後散 其實我昨天去到 昨天去到 去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是不同地方的人 駕車過來 來聲援的 來幫忙的 其實一部分就是 純粹是做司機 而在 希望 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可以載到一些 不是太關事 或者是 不是打算衝突的人 離開現場 我也是這樣想的 但是有些人真的打算 去到跟你開拖 我覺得 又是純粹 一個很冷靜 一個火星條 我看 他們的組織很差 其實選舉和戰鬥是分不開的 當你在一個地方 你戰鬥贏了 選舉就贏了 不知為什麼 你不需要一個戰鬥 你那次被人拘捕了一輪 你民主派都輸了 一對一選舉都輸了 因為被人按住 你的氣勢失了 那些人就不會出去 戰鬥當你贏了的時候 不知為什麼 你的支持者 輸了那些人 就不敢走出來投票 很正常 贏了勝利 就覺得我要 沒錯 所以戰鬥其實是 選舉的一部分 一部分是 你看看納粹黨 他當年的選舉 那些納粹黨出來 是很紀律言明的 去幫你 去打你 所以他們那些人 是有戰鬥力的 而現在走出來 那些村民 就是白衣人 我覺得他們的組織性能很差 為什麼會有三K黨 三K黨綁了黑人出來之後 黑人就不敢投票了 其實全部 你可以和政治 你不知為什麼 你打贏了人的話 你的政治上限 但是為什麼組織差 那不是現在都完成了任務 你看看 你當那些人這麼少 你要去估計 假設相同的白衣人 和相同的黑衣人 一起出來打 我估計他們未必打 那些人是相同數量的人 那就叫做組織差 現在都沒有相同的數量 你白衣人 你白衣人的背景 每一次 可能你有幾百人 已經是很盡的 但黑衣人是一定不止這個數目 這麼說 如果你是好組織的話 基本上你幾百人可以打人幾千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組織 因為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它的效果是得到的 第一件事 就是令到居民恐慌 然後發現原來你每天出出 進入地鐵站 你是完全不關事的人 都會被人搭一輪 然後你就發覺突然間 警察很重要 因為原來沒有警察 你是連家裡都出不到 地鐵都不敢搭 然後林鄭就出來開記者會 我不明白為什麼 每個人都覺得 林鄭用在這裏射補摸摸摸 你看她的樣子 跟以前是意氣豐發相差 她的大小也沒有了 她的大小也沒有了 之前我問她 她是不是天生大小眼 她的樣子就告訴你 香港市民 你現在知道沒有 沒有了我之後 你們家裡都可以不減出 現在區區都會有 黑社會 立刻全部都要躲回家 區區 區區不是只有元朗嗎 不是 周圍傳 所有區都有 我心想想 現在是南田 然後是荃灣 然後是沙田 然後是上水粉 我心想 現在是十八區 你說豬 你對黑社會 完全沒有認識 是否因為 我們小時候 那個年代 身邊有黑社會 我想我們要另外一集 黑社會才行 黑社會的問題 但這個地方是值得討論的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會害怕成這樣 首先第一件事要想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那些人全部都有開山刀 喂大哥 今時今日 你要請一人拿開山刀 周圍砍人 成本有多貴 你說就算大圈仔 他只是砍人 他只是砍指定的人 還有砍多少刀 全部都計算 你叫一人拿開山刀 就可以了 你在街上見到人 狂砍 我心想 你不拿一塊東西出來 沒有人會願意接這種 我這樣說 沒有 這個 雖然我不想欺騙社會 尤其是分開山刀 但問題都要講 如果你要這樣做 你其實要這樣做 即技術上 你這樣說當然是什麼 那個人首先有白卡線 即是如果白肯定要有 即是現在做真正的 他們有白卡線 即是他們有報照 這些就是護照 那些牌照 沒錯 你現在沒有牌照 那些牌照 於是他當然要幫助稅 於是他當然要幫助稅 另外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我說林鄭成功 就是 你現在就要靠我 然後可能他就是 我出來之後 黑社會消失了 或者他出來之後 他真的會捉回黑社會 香港人就是這樣 我經常都覺得 或者甚至不是香港人 但是前一晚是你有份 捉成這件事 我們這些幾個 或者我們的聽眾 可能會很有智商 或者很有功能 就會覺得 你昨天才弄完我 你現在跟我做 Good Corp Back Corp 但是很多香港人 或者很多一般人的人性 就是 我昨天才害怕完 你讓我先休息一下 可能休息一下 那一刻 他輸了一口氣 就會覺得 原來政府和警察 是這麼重要 我身邊的人 是感覺到這件事 我再說一件事 就是在元朗 之前有條片 是說一條小孩跪下 然後就說 你不要打 不要打 然後不被人一櫥窩下去 我正常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原來貴 沒有差勁 打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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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身邊的 不是我身邊 我聽到很多網民都說 那時候難道你不貴 那時候你貴了 起碼被人打小幾槌 這些叫勇敢 那我心想 那你不就是推翻了 之前說的抗爭 為什麼貴 黑社會打小你 因為它會令到黑社會同情你 由打小槌去打小槌 夠不貴 肯定不勇敢 有些香港人會覺得這是一個勇敢的表現 你看我就不敢跪了 你看她跪在面前 多勇敢 你便想到那種 林鄭那種 如果你問我是一個局 或者一個計流的話 她便成功震懾你香港人 然後如果她恢復香港的秩序 那就是令到她彈演了一個特首的角色 其實就是這樣 那你覺得呢 是否將來都會這樣 你覺得之後這件事之後 林鄭會是怎樣的 是否會恢復她的聲望 要放一下 放到長眼看 但如果她兩邊拘捕 就好一點 是 她一定是兩邊 而且現在你都會預料 這次她說得說 她說要嚴格執法 但她是說兩樣都混合 你現在說的什麼釋放義士 暴動定義 不能說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先拉人 我不管你拉那些抗爭者 還是拉黑社會 至少可以不用拉那麼多警察 對 但然後就是你拉完黑社會 便順便拉抗爭者 這次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